一路狂睡 醒来时却经了一身冷汗 翻包翻包再翻包 接二连三的行器 小偷竟如此坦然自若 一趟列车八百多人 谁才是他的幕后同伙 冒用身份行踪不定 神秘男何时能落网 追踪掏心的贼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这是由南京开往上海红桥的高7103次列车 每天早上7点25分准时发车 2016年11月27日 吴凯登上了这辆高铁 上车后 吴凯顺手将胯包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 然后坐了下来 因为头天赶上赶车赶路车比较辛苦 上车不久了 我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睡着以后呢 这车很快 到了上海红桥以后呢 我拿行李时 发现我包里面 10万元钱没有了 10万元也不是个小数目 发现被盗后 施主吴凯第一时间报了警 南京铁路警方随即展开调查 这个旅客是从南京站上车 然后到上海红桥站才发现 中途呢 他也没有这个把他的包拿下来看 所以说具体这个10万块钱现金 是在哪个站被盗 在哪个区间被盗 他提供不出任何的一些情况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电影《天下无贼》里的那个傻根 让人印象深刻 傻根带着6万块钱上了火车 一桩火车盗窃案 也就此拉开帷幕了 现实生活比电影更精彩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吴凯 带着10万块钱上了火车 结果同样被偷了 在旅客玩手机或者睡觉的时候 小偷趁机把他们的胯包 从行李架上拿下来 偷走里边的钱 再把包放回原处 这种作案手法 被铁路警方称之为掏心 那偷走吴凯这10万块钱的掏心大盗 究竟是谁呢 面对询问 施主吴凯提供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吴凯的座位号为四车12D 以这个点为中心 侦察员尝试着联系吴凯周边的旅客 毕竟现在火车票都是实名制 购票信息能够显示 吴凯身边当时坐了哪些人 施主座位后面的几排的旅客 找了几个都没有提供 就是说有价值的线索 然后呢 我们在施主正后排 找到了一名旅客 他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 坐在13D的这名旅客 姓李叫李明君 他向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在武器站前后 有一个1米8左右的大哥子 然后穿了一个绿色的羽绒服 把自己的包放到行李架上 然后拿下了另外一个包 然后翻了一会儿 然后又放了上去 具体拿什么东西 没看清 乘客李明君记得很清楚 那个大哥子戴了一个黑色的棒球帽 如果李明君所反映的情况属实 那这个头戴黑色棒球帽 身穿绿色羽绒服的人 就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结合这个长阵的反应 武器站前后 根据淘心作案的特点 这嫌疑人就是得手以后 会立刻下车 我们怀疑嫌疑人是在武器站下车 然后在丹阳站 或者七处员站上车的 侦察员迅速调取了高7103次列车 经停武器站时 旅客出站的监控录像 重点查找头戴黑色棒球帽 身穿绿色羽绒服的人 但经过反复观看 侦察员也没能发现 符合这一特征的犯罪嫌疑人 根据我们以往经验 嫌疑人有可能乘坐下一趟列车 继续逃窜 或者是翻越站台 乘坐反方向列车进行逃窜 随后我们就把重点 放在了近站上车的站 就是丹阳和七处宴站 丹阳和七处宴都是小站 购票信息显示 当天从这两个车站购票 乘坐高7103次列车的 一共有78个人 通过调取这两个站 近站时的监控录像 侦察员没有发现 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由于近站时的监控视频 清晰度不够 侦察员担心有所疏漏 又调取了旅客购票时的 监控录像 逐一筛查 上车旅客不多 我们就在他们的购票监控中 包括后车时 包括售票室 还有资助售票机上监控 逐一排查 也没有发现 我们这起案件的嫌疑人 原本期待从丹阳站 和七处宴站的近站旅客中 发现涉案的嫌疑人 但查看了所有的监控录像后 侦察员一无所获 难道此前的推测错了 或者是旁证提供的信息有误 我们让旁证在仔细地回忆一下 旁证反映 他只记得这个人的体貌特征 具体哪个站 就是说动火这个包 它是记不太清楚 根据旁证反映的这个情况 我们就继续往前追 然后说无锡下一站 应该是苏州站 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了苏州火车站 这是高7103次列车 停靠在苏州站时 站台上的摄像头 所拍摄到的监控视频 在监控视频中 侦察员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 就是这个人 鸽子高高的 头戴黑色的棒球帽 身穿绿色的羽绒服 侦察员将其称为绿衣男 在对苏州站出站监控的比例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一名身材比较高大 身穿绿色羽绒衫 然后头戴一顶帽子的这么个人 和旁证所反映的嫌疑人 是比较相像的 虽然此人疑点很大 但侦察员却不敢认定 绿衣男就是犯罪嫌疑人 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十万元钱 应该有厚厚的一大落 但这个人看不出身上 哪里能藏下这笔钱 二是旁证李明君反映 作案时 嫌疑人曾背着一个双肩包 但绿衣男却两手空空 和旁证反映的 很吻合的这么一个男子 是空着手离开的 他没有包的话 怎么把这个钱带走 带下车 但是除了绿衣男之外 侦察员在监控视频中 再也没有找出与旁证所反映的 体貌特征相似的人 侦察员怀疑 这个绿衣男作案的可能性最大 可如果是他作案的话 盗窃成功后 他把钱藏在哪了呢 如果是在车上作案以后 将这个账物交给他的同伙的话 因为在车上面 他就即使被发现的话 车上没有账物 也不能认定他是盗窃的 所以我们当时更加判断 他是有一名同伙跟他一起 基于这种判断 侦察员又在苏州火车站 调取了旅客出站时的监控录像 这一次他们有了新发现 这就是那个绿衣男 他头戴黑色的棒球帽 身着绿色羽绒服 此时正准备出站 但这个时候 他的身上比下火车时 多了一个双肩包 侦察员猜测 这个双肩包应该是同伙带给他的 只是这个同伙是谁 侦察员一时也无法查明 锁定嫌疑人之后 随后就继续排查他的去向 包括火车站的这些监控 随后我们排查到他 在火车站边上乘坐了一辆摩的车 侦察员立即赶到绿衣男 乘坐摩的的地方 展开走访调查 由于绿衣男超过一米八 这样的身高很醒目 因此侦察员没费多大力气 就找到了当时载过他的摩迪斯基 据摩迪斯基回忆 他当时把绿衣男 送到了苏州市的十路步行街 后来我们就到了十路步行街 到了步行街之后 发现这个地方还是地形也比较复杂 商铺也很多 具体这个人的去向到了哪里 我们也没办法再追查出来 近战时他推了一个拉杆箱 下车时他却两手空空 跟他判断 他撕有一名同伙跟他一起 视频追踪 嫌疑人终于露马脚 根据他的这个操作 他当时在自助数票机上购票 发现了他当时是购买了两张车票 追踪掏心的贼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苏州市的十路步行街 人流如枝 侦察员没有办法再追查绿衣男的下落了 回过头来 他们开始重点调查 这个绿衣男是从哪上的火车 高7103次这趟列车 是惊停了丹阳站 七树燕站和无锡站之后 才停靠到苏州站的 此前侦察员已经查明 绿衣男没有从丹阳和七树燕这两站上车 那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 绿衣男是从无锡站上的火车 这是无锡站A2检票口的监控录像 侦察员从中发现了绿衣男 但此时他除了背着一个双肩包外 手里还推着一个黑色的拉杆箱 购票信息显示 当天有40多人从无锡站乘坐了高7103次列车 侦察员坚信 绿衣男就隐藏在这40多名旅客当中 掏心的手法 毕竟一下子就掏了9万块钱现金 它应该是一个惯犯 以前有过这个犯罪前科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40名左右 无锡站上车的旅客的身份信息 放到我们这个犯罪信任库里面 进行的比对 但是也没有发现 就是说这40名当中 有符合这些前科特征的人员 用这40多名旅客的身份信息 与前科人员进行比对 侦察员并没有碰撞出绿衣男的真实身份 他是谁 仍旧是个谜 此路不通 侦察员又想出别的办法 他们调出这40名旅客 购买火车票时的监控录像 逐一进行比对 就是把无锡站进站的这些人的 购票影像逐一排查之后 没有发现与犯罪嫌疑人 体貌特征相近的这么个人 要不然呢 就是他没有去窗口购票 也没有去自入书票机购票 从购票时的监控录像 侦察员也没能筛查出绿衣男 他们有些气馁了 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锁定绿衣男的真实身份呢 侦察员回过头来 再一次观看苏州站出站时的监控录像 他们一个画面一个画面的看 以其从中有所发现 就出站的时候 就是跟这名嫌疑人 就是说走得很近的 非常接近的这么一名旅客的话 他手上是推着拉杆像的 并且他戴了一个帽子 个子不太高 走路呢 腿还有点缺 这些特征就很明显 这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这是苏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监控录像 在绿衣男之前 出现了一个头戴浅色棒球帽 身着黑色上衣的人 当时他推着一个黑色的拉杆箱 准备出站 由于他和绿衣男一前一后离得很近 再加上手里推着一个黑色的拉杆箱 因此这个人引起了侦察员的怀疑 他会不会是绿衣男的同伙呢 重新查看了这个苏州站站台的监控 他站台监控中呢 看着这名这个个子比较矮的这个人 他呢 手上拎着行李箱 背着双肩包 然后从 也是从这趟车子下车了之后 他在那个楼梯的左边走 这是列车停靠时站台上的监控视频 头戴浅色棒球帽 身着黑色上衣的这名男子 走下了高710三次列车 当时他除了斜跨着一个跨包外 右手推着一个黑色的拉杆箱 左手拎着一个浅色的双肩包 朝楼梯左侧走去 因为这个人走路一瘸一拐 辨识度很高 侦察员一眼就认出 他就是出站时 走在绿衣男前面的人 与此同时 犯罪嫌疑人绿衣男也出现了 但他两手空空朝楼梯的右侧走去 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交集 但当走到炸鸡口时 原本这名黑衣男子 左手拎的双肩包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 绿衣男的身上多了一个双肩包 这种细节上的变化 让侦察员确信 这两个人是结伴而行的同伙 在这个无锡站的购票监控当中 没有发现这个嫌疑人的这个购票信息 所以我们怀疑是不是他的同伙 帮他买了票 所以我们在无锡站购票信息当中 就是仔细寻找 就是戴帽子的这名男子 这一次 侦察员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这是无锡站自动售票机上监控探头 所拍下来的画面 2016年11月27日上午8点02分 一个头戴浅色棒球帽 身着黑色上衣的中年男子 走到自助售票机前准备购票 在无锡站这个购票的录像当中 发现了这名身材较矮的 这名嫌疑人的这个购票记录的影像 然后又根据他的这个操作 他当时在自助售票机上购票 发现了他当时是购买了两张车票 购票信息显示 当时这个人购买了两张火车票 因为火车票都是实名制的 侦察员一下子就锁定了 这两张火车票的购买人 一个叫陆伟 江苏南京人 一个叫宋欣礼 黑龙江省 富裕县人 根据这个陆伟这个身份证信息 我们联系到他本人 然后这个人是南京古楼人 我们找到他 问他当天坐车的是不是他本人 他讲我当天一直在公司在银行 面对询问 陆伟称 11月27日那天 他一直在银行上班 没有离开南京 更没有坐过火车 而银行的监控录像显示 陆伟的确一直在上班 显然陆伟没有作案时间 没想到犯罪嫌疑人竟然是冒用了陆伟的身份证购买了火车票 并且近战上车 以此类推 侦察员怀疑送心里的那张身份证应该也是被人冒用的 显然 犯罪嫌疑人的反侦察意识很强 不像是出犯 通过这个住宿调查这一块 我们发现他在11月23号在我们无锡的一家宾馆里面有过住宿 随即我们侦察员就赶到了无锡这家宾馆 查阅了这个宾馆的监控录像 住宿信息显示 有人持送心里的身份证 在无锡火车站前的一家宾馆住过店 侦察员火速赶到了这家宾馆 并调取了监控视频 这两个人就是涉案的犯罪嫌疑人 虽然此时仍无法查明他们的身份 但这是他们图像第一次清晰的出现在侦察员的眼前 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呢 我们有一名同事提供的一个线索 就是说他之前曾经打击处理过一个叫宋欣什么的人 但是不是叫宋欣李 他有一些印象 随后我们就在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库中进行查找 发现了一名叫宋欣卿的人 这个宋欣卿是个前科人员 2015年8月因在火车上盗窃 被铁路警方打击处理过 当时实施抓捕的便衣记得很清楚 宋欣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户籍显示 宋欣卿和宋欣李一样 都是黑龙江省富裕县富裕镇人 侦察员随即联系上了富裕警方 对方很快回复 宋欣李是宋欣卿的大哥 两人是亲兄弟 调查到此 侦察员确信 那个跛脚的犯罪嫌疑人应该就是宋欣卿 发现他在2015年的时候 被上海铁路公安局 合飞公安处给打击处理过 当时他还有一个同案人员 叫王凤利 随后我们就联系了合飞铁路公安处 想要调查了解一下他当时的案件情况 合飞铁路公安处还给我们提供了一段 这个当时他们作案过程的录像 这是2015年8月上海铁路公安局铁英小分队的便衣 在高铁上反爬时所拍摄下来的录像资料 视频中正在翻包的这个人 就是他们盯了很久的掏心高手王凤利 翻完包后 见里面没什么东西可拿 王凤利就把包放回到原处 紧接着他又来到车的另一侧 从行李架上拿下了第二个跨包 坦然自若地翻了起来就像是在翻自己的包 而这时恰巧走过来一名乘客 但王凤利毫不避讳继续翻着这个包 这一次他仍然没能得手 停顿了一会儿 王凤利又从行李架上拿下了第三个跨包 他发现包里有钱就把钱偷了出来 揣进了自己的苦兜里 随后王凤利又把跨包放回原处 就在王凤利准备离开时 便衣出手了 将他一举拿下 人赃并获 因为偷了14600元现金 王凤利后来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零三个月 他盗窃过程的视频和我们的这些案件的视频进行比对 我们发现这嫌疑人是高度吻合的 应该是同一个人 这名嫌疑人就是叫王凤利 是黑龙江级的 嫌疑人身份锁定如何精准打击 嫌疑人又冒用了陆尾的身份证 购买了嘉兴兰 往长沙兰的一趟动车的车票 途中生变 但他们终将难逃罚网 现在多少钱在你手上 四万三 四万三 追踪掏心的贼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经查王凤利 1979年出生 黑龙江省 伊安县人 因为一米八三的身高 极其醒目 经过图像比对 南京铁路警方确认 那个涉案的绿衣男 就是王凤利 调查到此 他们终于成功锁定了两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一个叫王凤利 一个叫宋新清 我们28号 通过这个实名制的这个购票系统 发现这个嫌疑人又冒用了陆尾的身份证 购买了下午两点 从嘉兴南往长沙南的一趟动车的车票 当时发现的时候 车子已经开车了 我们来不及赶过去 恰巧此时 南京铁路警方有一组民警 在浙江义乌办案 他们立即指令这组民警停下手头的案件 赶赴义乌站 然后上车 拦截王凤利和宋新清两人 结果车到了义乌站 我们两枚侦察员上车以后 发现在嫌疑人购买车票的座位上 并没有发现嫌疑人的踪迹 换成了其他旅客 后来事后再一分析这个市民制购票系统 结果嫌疑人在零开车前几分钟的时候 把这两道票给退了 虽然这次抓捕未能成功 但犯罪嫌疑人的行踪还是暴露了出来 南京铁路警方迅速派人往浙江加兴移动 晚上六点 又有新的消息传来 两名犯罪嫌疑人 还是冒用宋新里和陆伟的身份 购买了11月29日早上7点 从浙江同乡到湖南长沙的动车车票 在这个赶赴同乡的途中 八点多钟又得到了信息的反馈 两名嫌疑人入住了这个同乡当地的一个宾馆 我们侦察员赶到同乡的时候 一定是晚上十点多钟了 侦察员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入住的这家宾馆 通过调取宾馆的视频监控 他们发现办理入住的这两个人 正是他们锁定的犯罪嫌疑人王凤丽和宋新清 此时已是晚上23点了 抓还是不抓 他是住在宾馆的四楼 我们想如果连夜进行抓捕 踹门连夜进行抓捕的话 有可能嫌疑人会狗急跳墙 跳窗会造成意外 我们因为分析了 他是购买了第二天7点钟 从同乡往长沙南的车票 他肯定要退房 在嫌疑人的这个房间的门口 以及在楼下的大厅 我们进行了布控 就等他退房的时候进行抓捕 2016年10月29日早上5点半 住在犯罪嫌疑人对门 负责监视他们的侦察员向楼下报告 两名犯罪嫌疑人已经上了电梯 要下楼退房 此时正是抓捕的好时机 当王凤丽和宋欣青走出电梯的那一刻 侦察员围了上来 并迅速将两人分开 进行分头询问 我们把这东西清点一下 你自己看着 清理箱是你的吧 还有这个花是你的吧 对吧 我们先清点清理箱 这是犯罪嫌疑人 宋欣青的行李箱 侦察员在里面找到了四万元现金 与此同时 他们也在王凤丽的行李箱中 发现了四万元钱 在证据面前 两人低头认罪 哪有点钱回家 不能口水回家 我说 我想回家了 把人喝点酒 把人打赢了 一干出事 人被人都跑了 当时里头有多少钱 九万 你分这款了 你就得抓你 你分了四万多 对 在你包里面 对 也不后悔 后悔有什么用 后悔要是哪里去买啊 后悔有用 后悔法律会减轻我罪行了 后悔 后悔都能不判我吗 后悔啥用呢 施主报案时称 自己被偷了十万 可王凤利称 他们当时只偷了九万元 这中间的差错出在哪呢 侦察员再一次联系上了施主吴凯 当时呢 我匆忙之中呢 我印象当中感觉呢 好像是放了十万元钱 但是私贺经贡 我自己想呢 由于这个前段时间加上自己零用 可能是一万一万三落 好像是九万九万块钱 目前王凤利和宋欣清两人 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批准逮捕 高铁在给我们带来这些方便的同时 也容易让我们麻痹大意 失去警惕 从而给不法分子一可乘之机 高铁上的钦裁案件都有哪些类型 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2016年11月4日 由太原发往南京的高1958次列车 停靠在郑州东站 这是高铁车厢内监控探头 所拍下的一幕 12点28分 旅客梦令军上车后 随手把包放在了头顶 然后低头玩手机 12点40分 一名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拿起了梦令军的包迅速离开 这种作案手法 被铁路警方称之为林包 施主他当时报案的时候 从包里面有现金有五千元 另外他的包 LV的一个包大概价值三万多元 总价值大概四万元左右 庆幸的是 这个拎包贼是个惯犯 看了视频监控后 侦察员一眼就认出 这个人是贯偷吴成斌 几天后 犯罪嫌疑人吴成斌落网 你当时就不知道 是这个南京处的是吧 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肯定是百分百 我都不会动手 你别说他三千六 都说三十六万 三六万的我都不会动他 南京处对你 不是南京那个车 本身我在南京处有个案件 是吧 这个车上有摄像头 他们哪个 就是南京铁路关书行警 哪一个不认识过来 都认识我 你带那一个摄像头 你别说没有 有摄像头 你就没有摄像头 他们都能找到我 一说戴个眼睛 老头年龄大了 不说他们去做事 那么针对这种拎包的 亲材作案手法 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呢 现在我们旅客乘车 大部分都会携带这种小包 然后一般上车呢 都会随手放在自己 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面 但是这样很不利于保管 很容易造成丢失 一般丢包的人 就是犯罪嫌疑人 站在你的座位后方 然后把你包从你头顶上拿走 这样你也很难发现 也不利于保管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 把这种小包 尽量放在自己座位的 前方一点点 往前放一点 这样你坐在自己座位上 很方便保管 而且呢 后面的人也不容易 够到你的包 不会造成丢失 而高铁上的第二种 亲材手法就是掏心 小偷会在旅客玩手机 或者睡觉之际 将他们的跨包 从行李架上拿下来 偷走里面的钱 然后再把跨包放回原处 此前是住吴凯所丢的9万元 就是被人掏心了 如果你的包里面有贵重物品 我们建议大家最安全的做法是什么 把它放在自己的怀中 就是坐在座位上 将包放在自己的怀中 双手放在上面 就算你睡觉 什么也好 都会不会造成丢失 如果你想玩手机 觉得这包不方便 可以把它放在座位 正前方的小桌板上面 这样一直在你的视线当中 就不会造成物品的丢失和损失 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 我们请铁路警方给大家介绍了 在高铁上常见的两种盗窃手法 同时也告诉了您如何防范 又是一年春运时 我们希望每一名旅客 在乘坐火车的时候 都能照看好自己的财物 不给他人一刻乘之机 我们不仅要安全顺利的回家 更要快快乐乐的返程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面